標籤裡面去產生的 不見得一定就是要 要從iframe裡面 那另外一個呢 可不可以用post的呢 post的話在fone裡面 這個在 在這個script 這個例子裡面 去用document.by.smith 那我用post的這個方式 是不是一樣的 在這個form裡面 事實上是一樣的 post過去以後 那只是在後面的 後面的沒有 只是在這邊的 master變成post 那這個 所以這個 你在一個不一定要在iframe裡面 在一個form裡面 就同樣的是可以 把這些東西給post過去 用hppost來做 好 那剛剛是 我們基本的c-serve 那如果在web2.0裡面呢 那 有沒有可能從這個 我剛才一開始談 ahs裡面的這個 shr的call 流行器面 support 這個shr sml heb request 這個call 來攻擊呢 那 當然也可以啦 那 這個 透過iframe 一樣的 這個是類似的 那不同的資料結構呢 是不是也可以 也一樣 不同的資料結構 sml 接上 接上 object 就是跟剛剛的cross-site scripting一樣 也就是說 只要你把這個cross-site scripting 或者是c-serve的這個定義 就是他做法 手法 你了解的話呢 他 他自然可以透過任何的資料結構 或在任何的地方 或洞裡面任何地方 任何事件 他都可以做 那 那 只要你有一個漏洞 給他的話 那 接下來 接下來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在任何地方 好 那我們 看這個例子 是 c-serve 是 用一個 sml stream 那 一個hs-basedcall 是 你要 就是 尊學剛剛的例子 你 傳的資料是sml 那 我要 我要 買20個這個股票 20這個股票 那 那 這個 我剛才看過了 那我們post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條post出去的時候 那 這是叫server端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程式 對 然後我把 我把這個傳給他 我把這個symbol是 一個 是一個master core 然後我傳的symbol 參數是 msft 然後 unit是20 賣20張 這個msft的股票 那 用sml的方式傳出去 那 那 這個 正常的話當然是這個樣子 那 那你傳出去的時候 那 用 用這個hs-code 跟這個 我們剛剛 我們現在這裡用的 這個跟剛剛 主要唯一的不一樣 是在這裡 是content type 因為現在剛剛是text 對 那現在我們傳出的content type 什麼是sml 所以content type這裡 就內容的這個形式這邊 在header裡面 其他都一樣 其他通通都是一樣的 只有在這個content type這邊呢 是application sml application要處理的 處理sml這個application 來把這個request傳送出去 那如果是 traditional的這個 non-hs-code 我們剛剛看 traditional的non-hs-code 我們看到的 如果是post的話 把這個做在fom裡面 這個hidden hidden的fom hiddenfom裡面 我們 比如說msft 要買20張 這個mhs-code 要 那 如果是 不是一個hs-code的話呢 當然就 程式裡面不是一個hs-code 那程式的部分我們現在沒有看 我們看真的傳出去的時候 那如果是hs-code的話 這裡是xml 那如果是non-hs-code呢 那你這邊看到傳出去的是什麼 是text-plan 就是這個content type裡面 就是 呃 呈文字 呈文字的這個方式傳出去 那 當然你看到呼叫的時候 他還是 還是這個 呃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fom裡面 這個傳 這個mhs-code 還是sml的格式 但是他是 傳文字的 丟出去 因為hs 他是處理 javascript 跟sml 那這個 但傳sml還是可以用各種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 形式來傳嘛 傳文字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那 c-serve 還可以 用其他信傳 其他信來傳的話 各種的都可以 x-form x-form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x-form 我們在sml課程裡面 或者我們比較沒有談到這裡 早期 開學習的課程裡面的時候就有談 後來都沒有談 x-form 基本上他是 讓sml-base的這個form 他可以做一個rendering 他也是一個 獨立的一個技術 他主要是處理form 我的form 都是css 或sml 這個來做的 x-form 就是 sml的方式 來做的這個form 然後他可以做 xml-base的這個資料的交換 你可以在不同的sign裡面把我們的表格做表單做交換 那用x-form同樣的當然也會有c-serve的text 只要是data 只要你有任何的data都可以 那接上也一樣 那接上的話 比如說 接上的話你在你的form裡面 你post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接上的input type 這個name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接上的string 接上的格式就是name value pair symbol 他的指示 msft unit 這個name他指示20 common現在沒有 value no 所以這個就是用name value pair的接上的方式 來做傳遞 那同樣的c-serve 一樣 只要你這個 你用這個 執行這個request 丟過去 接上object的格式當然就長得這個樣子 那接上這也是text plan 如果是sml的話 它就是application.sml 那接上跟這個 一般的這個 request 一般傳遞的form non-adgest 沒有adgest的request的話 它都是text plan 都是plan text 那接上object的長相是這個樣子 傳遞的時候 它沒有表現 傳遞的時候只把name value list list起來 但是 變成一個jars tree的object的時候呢 長相是這樣的 這個就可以evaluate 這個東西就可以evaluate 那剛剛看到的是 c-serve的一個基本的形態 那如果我們把它跟attacker set連在一起 attacker的sides連在一起的話呢 那會是什麼樣的形狀呢 我們剛剛看到了 只有後面這一個部分 就是c-serve跟trading site 這兩個之間的溝通 我在這裡拿到這個 那 但實際上如果是一個 一個網站 它要利用這個 要做這個c-serve的attack的話呢 它利用使用者 它大概都會要先讓使用者 進入它的這個attacker side 事實上就是要你先 亂點了 就是說 你要點進去它那個side attacker 就是說 沒有不要亂點 以前點是主要是怕中毒 對不對 現在點不是怕中毒 現在點是怕你進到一個 所謂 malicious的這個side 進到這個attacker的side 那假設你進去了 那你進到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c-serve的scenario 那 你看它怎麼樣的 把這profile information給access出來 就是attacker side 跟這個client 就怎麼樣的上當 當然也已經先上當了 你要先去request它的page attacker的page 那 你去request它的page呢 那c-serve的payload就丟進來了 c-serve payload做什麼 它就可以generate這個 這個 malicious的request 就是forgery的request 就是這個request forgery 就是假的這個request 那你把它這個網頁一露下來 它就會 force這個profile 就是request for profile 那當然 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這個session cookie 你正在run了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前提在這裡 這個session cookie 你是正在 你正在抓到的這個session 當然有不同的scenario 不同的狀況在裡面 但是 現在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 正好這個session是open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進去 去for profile 然後呢 cookie replay它的cookie 然後cookie假設已經正在 就把它 把它就重新replay 所以那cookie 一定要session cookie cookie如果 你那cookie如果是不動的話 那這個就很危險 然後profile就get回來到流感器 那get流感器 你這個session 事實上它 我們剛剛看到session 只是在做request 做request其實沒什麼用 你就做假request過去 要下一步什麼 下一步是一定要把這個資料呢 仍然再拿回來送回給這個attacker 所以要把使用者的 這個他拿到的profile 這些東西再送回attacker 所以那個session 不只是做payload的download到你的這個dome 裡面的某個地方 然後request送出去 他還要怎麼樣 還要get回來以後呢 代表這profile送回到這個attacker的set 那這才是一個完整的 就完整的session 不然你攻擊完美 沒什麼事嘛 那這個 那 那這樣的話呢 就比剛剛又複雜一點 那 嗯 session regime policy 我想我們這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這個 要從原來的origin過來 從原來的origin過來 不要這個 最後這個就不談 那 那剛剛這邊access的profile 是access這個profile的這個部分 那 那 那假設有修profile 這個還是什麼 這firebug 我想我們這個 第一個lab裡面有 應該今天 當然我們正式今天才介紹了 那 那這個 那這個 你用的話大家就會熟悉 那 console console裡面就可以看到 好 去做profile的spx 然後 就把這個人 去profile 把這個人的 robsmith 他的account 他的email 他的這個所有的訊息呢 統統 這個 抓出來 rescount都抓出來 那會抓出來 當然就是 就是這個 我open這個profile.spx 然後 通通拿回來之後 把這些profile 這個正列裡面的這些資料 name account name last name email 那統統把它給這個 放 in html 裡面 那這個 那 那剛剛是這樣做 那 那你要做成這樣的話 通常都會要做一個 有一個trick在裡面的 叫bypass cross-domain policy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在做這裡的時候 事實上有cross-domain 對 資料 我們資料有 資料裡面有這個 從這個domain 再送到這個domain 裡面來 沒有cross-domain 就送回了text 那怎麼樣 要bypass 怎麼樣我要 越過這個 cross-domain policy 或same original policy SOP same original policy 或是cross-domain policy 然後 那 在課本上面 有介紹兩個 這個trick 那 基本上 像第一個 就是 我的script 我是要執行這個profile.ss 是剛剛一樣的 那 這整個概念就是我要 overload overwrite 這個reference 就沒有被reference的 或者protected array 我 我把它overwrite 然後我把資料把它放進去 我把它蓋過去 然後放 那這邊 你的array的長相當然是這個樣子 這個array 然後裡面是object 然後 之後就去執行這個 會執行這個setter 那 那把spool放進去 那spool裡面是做什麼 spool就把那個 你要的 你要send的那個data 呢 就send send出去 那你send的data send到對面去幹什麼呢 去執行那個collect collect collect 你要的那個data 所以這邊的整個過程就是說 我 那這是一個trick 就是我重新overwrite 我把這個array的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 等一下是物件 現在是array 把array的這個結構 把它overwrite overwrite之後 那我就可以多執行這個spool的動作 spool的動作 它就去把 裡面再有collect的程式去把那個 那個 呃 呃 呃 資料呢 把你要抓的那個 data呢 把它給送出去 對 這個是 呃 一個 我能夠 等於是避過 避過 避過sop的這麼一個 一個做法 對 不然的話你的這個資料怎麼樣的 從這個 domain 過 越過去 對 那 這個是用overwrite array 那 那 那你做的時候 那這個例子 那你如果到 到這個 這個是auction portal 這個就是那個 呃 惡意的 惡意的那個poto裡面 就welcome這個 好 welcome這個時候 其實它下面就已經做什麼了 它下面就 它下面就這個 就 就直行了 它這csrf的payload就漏下來了 那 那我從 放在buck裡面就可以看到了 它就